中秋節吃月餅 明天排報要怎麼買到 網友滑手機網購 看到彰化知名流星蛋黃酥 立刻下訂等了九天 不是彰化的啊 因為上面寫那個簡體字的 而且這個商家名稱也不對 說好的知名月餅開箱後 從logo到內含物再到製造地 都是簡體字 讓投訴人好生氣 9月17號訂貨 9月26號才到貨 貨到付款付了880元 拆封後才發現不是台灣貨 已經聯絡貨運公司 將全額退貨退款 就是很怕裡面有沒有就是 非洲豬 對啊 非洲 因為中國現在那種非洲豬瘟 擔心這個 然後最擔心當然有看有沒有病毒 超扯網購經驗引來關注 網友紛紛加一曾收到中國貨 寄件人 公司名字一樣 說讓投訴人產生疑慮的行銷公司 網友還說另一家物流整合行銷 也有同樣狀況 兩家都登記倉儲運輸業 公司統一由蔡信董事負責 實際到公司登記地並沒有相關招牌 您好客服接觸於盲線中 預辦理退貨 退款 請加LINE 支電求證直接語音 截稿前未獲回應 被波及的正牌高炳鋪 也趕緊用臉書呼籲 沒賣流星蛋黃酥 要大家別上當 中國貨讓民眾過節心情不好過 網購還是得睜大眼 三星文 李文善電安寶 台北報導